大家好,欢迎来到军事视角,志豪 今日库尔斯克战报显示 乌克兰军队正在采用拖延战术 逐步对俄军施压 并已确认控制了44个俄方据点 此外,乌军成功摧毁了库尔斯克的车臣指挥部 俘虏了超过1000名俄军士兵 包括车臣战事、俄安全局、FSB成员及正规军民兵 乌军与北约军团联手攻下波罗斯阵地 并发起了对科洛基洛夫卡的猛烈攻势 迅速扩大了比尔格罗德的控制范围 神秘的乌军特种小队 仿效普里格金的战略 一路北上直逼莫斯科 俄军为应对战事 急速回援库尔斯克 使得乌军的第一阶段战略意图成功达成 前线压力骤然减轻 接下来将有更多战事消息 根据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和Deep State的综合报道 乌军已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44个定居点 还有10个仍在确认中 总控制面积已超过1000平方公里 战争研究所对此表示 乌军在本州内取得的库尔斯克领土 几乎等同于今年俄军在乌克兰所占领的面积 ISW还预测 若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稳固防御态势 俄军全面收复此地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时间 俄罗斯方面 库尔斯克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向普京报告称 截至8月13日 已有28个定居点被乌军占领 乌军已深入库尔斯克州12公里 战线宽达40公里 然而 当斯米尔诺夫的汇报触及具体数据时 被普京打断 险见俄罗斯高层已经清楚 短期内无法结束库尔斯克战斗 目前 俄军在距离边境60公里的区域内 构筑新的防线 乌克兰第130侦察营的BRL小队 已在苏加镇宣布完全掌控全镇 许多视频显示 乌军车队高调穿越城镇 遍地废弃车辆诉说着方才的基站 乌军已推进到苏加最东端地米格29纪念碑 并建立防御攻势 意图将其变为坚固堡垒 在苏加东北方向 乌军第22旅成功击退俄第810旅 占领了马蒂诺夫卡 然而 俄军正试图重建防线 阻止乌军扩大在苏加的优势 苏加东南方 乌军沿着攻势道路攻入德米特留科夫 并推进至波尔基和斯帕尔诺 视频中显示 乌军的一辆BTR4E装甲车在机里遭到俄军两辆BTR82的伏击 装甲车被摧毁 五名士兵被俘 这一场面再度彰显乌军进攻的迅猛 在苏加西北方 乌军在达里诺拔下了俄罗斯的旗帜 克里涅槃地区的乌军第82旅 借助大量火箭炮及FPV无人机的支援 从东部突入克里内卧 面对的是俄第11旅 目前战况仍在激烈交火中 战役地图显示 乌军正逐步向库尔加托夫核电站推进 而俄军已在核电站以南15公里处设防 据开源情报报道 乌军第225独立营轰炸了库尔斯克的车臣指挥部 并俘虏了大量车臣士兵 这支昔日以战斗力强悍闻名的车臣部队 如今已沦为战俘 而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俄军部队中上演 据报道 截至8月13日 乌军已俘虏于千名俄军士兵 其中包括车臣士兵、FSB成员和俄正规军 法方分析师指出 在苏家 俄第488机动步枪团遭重创 几乎全军覆没 俄方对此事保持坚默 仅专注于民生议题 普京表示 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 导致超过10万名平民逃离基辅 旨在减缓俄军在顿巴斯的攻势 并在未来和平谈判中争取更大的筹码 从俄媒画面可见 库尔斯克居民大批千里 战争带来的代价愈加显现 库尔斯克的东方港机场 传出疑似乌军空袭的剧烈爆炸声 该机场驻有俄第14航空战斗团 及第332直升机团 乌军已准备库尔斯克共和国旗帜 等待随后的攻投将其纳入乌克兰 乌克兰军队的行动可谓是精准效仿俄罗斯的策略 据塔斯社报道 比尔格罗德州州长已经向居民正式通告 乌军已经突破边境线 乌军的第252国土防御营 与格鲁基亚国际军团 首先占领了比尔格罗德的波罗兹阵 庄严地升起了乌克兰国旗和格鲁基亚国旗 当前乌军不仅在这里加紧修处防御攻势 还发动了对克洛基洛夫卡检查站的猛烈进攻 乌军部署了一个坦克营 并派遣小型突击队进行联合攻击 打击俄军的防御阵地 目前 该地战斗仍在持续激烈进行 与此同时 在罗斯托夫州的沃罗涅日州 乌军的空中力量频频发动袭击 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 乌军无人机通常在夜间发动突袭 俄军驻地被精准击中 引发多次剧烈爆炸 目前损失情况仍在确认中 而俄方尚未正式回应 在布罗涅日州 大量基础设施受损 导致供水和供电中断 俄国防部则如往常一样 宣布成功击落全部18架来袭的无人机 除了上述地区的攻势 乌军还一度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起了攻击 仿佛意在重演普里格金的行动 直指权力核心 报道称 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 切卡洛夫斯基空军基地 尽管俄方称其防空系统 拦截了所有来袭无人机 但一些俄军事博主发布的图片显示 基地内一架1280末日飞机受损 这架飞机极为重要 被视为普京在核战争中逃亡的备用工具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 空军基地附近的小尔科沃区域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了一系列爆炸 目前损失情况尚未明确 有消息称 乌军无人机甚至一度飞抵距离克里姆林宫 仅37公里的地方 俄方尚未对此事件发布正式声明 相关报道仍需进一步核实 尽管如此 乌军对莫斯科的袭击已经在俄国内部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乌军正式宣告对俄罗斯本土发起攻击的消息表明 针对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等地的打击行动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约翰、科比曾建议普京如果不想事态继续恶化 应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并返回谈判桌 为了平息俄罗斯国内的忧虑 俄国防部宣布从赫尔松、扎波罗热、库比扬斯克、哈尔科夫、卢干斯克等地 抽调大量部队回援库尔斯克 这是乌军在实现其首要战略目标的同时 也在前线展开了大规模反攻 在哈尔科夫的沃夫·昌斯克放下 乌军第57旅第9分队利用无人机对城市中心的俄军据点进行了猛烈打击 尽管俄军冒着密集的火力反攻 但损失惨重 战线溃退 俄军第1009团士兵抱怨指挥官的无能 指责其只会一味发号失令而不顾战局 目前乌军已彻底控制了沃夫·昌斯克市中心 俄军被迫撤退至沃夫·昌斯克东部的计赫义部防 同时 乌军在库尔斯克回援部队的路线上发动了伏击 重创了俄军 据诺尔报告称 撤回库尔斯克的俄第272机械化部队 在撤离哈尔科夫的途中遭到大量无人机的突袭 数百名俄军阵亡 多辆T-80坦克被摧毁 俄方尚未对此事件作出回应 在多涅茨克和塞夫尔斯克方向 乌军近期重新夺回了该地区东南部的阵地 并持续向伊万诺·达利夫卡南部推进 在拖列茨克方向 战斗已全面打响 随着大量俄军的撤退 据SW报道 乌军陆续收复了托列茨克以南、西部和中部的关键据点 目前 托列茨克、德鲁日巴 以及南部的牛尔村、涅蒂皮夫卡和苏哈巴尔卡 成为双方交战的焦点 在红军村方向 俄军在该区域东部和东南部继续推进 尽管未撤出任何重要部队 俄军在该地的无人机和装甲车辆行动受限 规模不似以往猛烈 乌军观测到 俄军小谷部队以2-3人的形式穿越森林区域进行零星攻击 反映出当前战局的焦灼和战术调整 在扎波罗热方向 8月11日晚约8点 位于俄罗斯控制下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突发火灾 据悉 起火位置为一座冷却塔 尽管火势迅速得到控制并被扑灭 但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火灾的具体原因尚未明确 然而 据路透社援引当地军事管理局局长叶夫图生科的话称 是驻守核电站的俄军焚烧轮胎引发了这场火灾 乌克兰能源部门也指出 火灾可能是俄军的疏忽或故意纵火所致 但俄罗斯方面则坚持称这是乌克兰袭击造成的 对此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负责人拉斐尔 哥罗西 紧急呼吁停止一切可能导致核危机的危险攻击行为 同时要求立即进入核电站冷却塔进行损失评估 以确保核安全 在克里米亚方向 乌军对俄军目标的打击行动也在持续进行 尤其是针对俄军在黑海的少数军舰和非法钻井平台 消息指出 乌克兰情报总局第13支队使用马古拉五星无人艇 成功摧毁了俄军一艘TS-701型巡逻艇 并使另外三艘俄后勤保障船和巡逻船不同程度受损 与此同时 乌军对黑海非法钻井平台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也取得显著成果 一次爆炸导致40名俄军阵亡 此类行动显示 乌克兰正在逐步加大对克里米亚及黑海地区的军事压力 根据以色列国防新闻8月13日的报道 泰国国防基础研究所已向泰国皇家陆军 交付了首辆D1A型多管火箭发射器原型车 旨在增强沿海炮兵的火力 这款发射器系统由以色列PUS系统改良而成 配备两个模块发射器 使其能够发射多种口径的弹药 射程最远可达300公里 该系统支持发射如122毫米冰雹火箭弹 和泰国自主研发的DTI-2火箭 且可在100分钟内快速更换火箭舱 以色列还特别为其提供了定制版弹药 以提升D11A的战术灵活性和作战效能 路透社进一步披露 伊朗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法斯360导弹防御系统 以支援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作战 并以派遣技术人员前往伊朗进行系统培训 法斯360是一种机动型导弹防御系统 以高精度打击近距离目标文明 最大射程可达120公里 可发射重量达150公斤的弹头 俄方通过引入这一系统 能够在使用自制导弹的同时 增加对短程弹道导弹的部署选择 从而进一步多样化其导弹战略 这或将改变其在乌克兰冲突中的军事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 伊朗此前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 见证者136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广泛运用 给乌克兰军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如今在冲突加剧之际 伊朗对俄罗斯的再次战略性援助 凸显了双方军事合作的深化 俄罗斯方面迅速派遣人员 进行法斯360导弹防御系统的培训 足以显示 该系统对当前俄乌战局的重要意义 据驻韩美军8月11日消息 最近一次军事演习中 美军成功将一个装甲营 从美国本土迅速部署至韩国 该营隶属于美国德州陆军地 一装甲师 在接到命令后 即用六天便抵达韩国大丘基地 并与事先部署的第19远征保障司令部 进行协同作战 从卡罗尔营领取了预存的战斗装备后 美军士兵操控M1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和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进行了战场机动演练 M1埃布拉姆斯坦克 配备了120毫米主炮和先进火控系统 火力强劲且防护优良 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则以其高机动性和多功能著称 能够快速运送步兵穿越战场 并提供活力掩护 这次演习展现了美军在短时间内 将装甲部队投入作战的能力 进一步提升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快速反应水平 美军表示 此次演习不仅旨在测试 跨洋快速部署作战部队的能力 还强调了预制装备 在处理突发事件中的重要性 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悉 澳大利亚国防部于8月10日宣布 其海军已成功式设立一枚 先进的标准六型导弹 该导弹是美国最先进的 舰载防空武器之一 不仅能拦截弹道导弹 还可用于打击空中 地面和海上目标 虽然澳大利亚方面并未透露 这款导弹的具体服役时间 但确认其将被部署在 霍巴特级驱逐舰上 目前 澳大利亚拥有三艘这样的驱逐舰 每艘可搭载多达48枚防空导弹 随着标准六型导弹的引入 这些驱逐舰的防空和作战能力 将显著增强 此外 该导弹还具备与F35战机等先进平台 协同作战的能力 澳大利亚计划通过这种舰机 配合的防御模式 构建多层次的防空体系 以全面提升军队的综合战力 在扎波罗热方向 8月11日晚约8点 位于俄罗斯控制下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突发火灾 据悉 起火位置为一座冷却塔 尽管火势迅速得到控制 并被扑灭 但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火灾的具体原因尚未明确 然而 据路透社援引当地军事管理局局长 叶夫图申科的话称 是驻守核电站的俄军焚烧轮胎 引发了这场火灾 乌克兰能源部门也指出 火灾可能是俄军的疏忽 或故意纵火所致 但俄罗斯方面则坚持称 这是乌克兰袭击造成的 对此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负责人拉斐尔 格罗西紧急呼吁 停止一切可能导致核危机的危险攻击行为 同时要求立即进入核电站冷却塔 进行损失评估 以确保核安全 在克里米亚方向 乌军对俄军目标的打击行动 也在持续进行 尤其是针对俄军在黑海的少数军舰 和非法钻井平台 消息指出 乌克兰情报总局第13支队 使用马古拉五星无人艇 成功摧毁了俄军一艘TS-701型巡逻艇 并使另外三艘俄后勤保障船 和巡逻船不同程度受损 与此同时 乌军对黑海非法钻井平台的 自杀式无人机攻击 也取得显著成果 一次爆炸导致40名俄军阵亡 此类行动显示 乌克兰正在逐步加大 对克里米亚及黑海地区的军事压力 根据以色列国防新闻8月13日的报道 泰国国防技术研究所 已向泰国皇家陆军 交付了首辆D1A型多管火箭发射器 原型车 旨在增强沿海炮兵的火力 这款发射器系统 由以色列PUS系统改良而成 配备两个模块发射器 使其能够发射多种口径的弹药 射程最远可达300公里 该系统支持发射如122毫米冰雹火箭弹 和泰国自主研发的DTR火箭 且可在100分钟内快速更换火箭舱 以色列还特别为其提供了定制版弹药 以提升D11A的战术灵活性和作战效能 路透社进一步披露 伊朗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法斯360导弹防御系统 以支援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作战 并以派遣技术人员前往伊朗进行系统培训 法斯360是一种机动型导弹防御系统 以高精度打击近距离目标闻名 最大射程可达120公里 可发射重量达150公斤的弹头 俄方通过引入这一系统 能够在使用自制导弹的同时 增加对短程弹道导弹的部署选择 从而进一步多样化其导弹战略 这或将改变其在乌克兰冲突中的军事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 伊朗此前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 建政者136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广泛运用 给乌克兰军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如今 在冲突加剧之际 伊朗对俄罗斯的再次战略性援助 凸显了双方军事合作的深化 俄罗斯方面迅速派遣人员 进行法斯360导弹防御系统的培训 足以显示 该系统对当前俄乌战局的重要意义 据驻韩美军8月11日消息 最近一次军事演习中 美军成功将一个装甲营 从美国本土迅速部署至韩国 该营隶属于美国德州陆军地 一装甲师 在接到命令后 即用六天便抵达韩国大修基地 并与事先部署的第19远征保障司令部 进行协同作战 从卡罗尔营领取了预存的战斗装备后 美军士兵操控M1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和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进行了战场机动演练 M1埃布拉姆斯坦克配备了120毫米主炮和先进火控系统 火力强劲且防护优良 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则以其高机动性和多功能著称 能够快速运送步兵穿越战场并提供火力掩护 这次演习展现了美军在短时间内将装甲部队投入作战的能力 进一步提升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快速反应水平 美军表示 此次演习不仅旨在测试跨洋快速部署作战部队的能力 还强调了预制装备在处理突发事件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悉 澳大利亚国防部于8月10日宣布 其海军已成功式射了一枚先进的标准六型导弹 该导弹是美国最先进的舰载防空武器之一 不仅能拦截弹道导弹 还可用于打击空中、地面和海上目标 虽然澳大利亚方面并未透露这款导弹的具体服役时间 但确认其将被部署在霍巴特级驱逐舰上 目前澳大利亚拥有三艘这样的驱逐舰 每艘可搭载多达48枚防空导弹 随着标准六型导弹的引入 这些驱逐舰的防空和作战能力将显著增强 此外 该导弹还具备与F35战机等先进平台协同作战的能力 澳大利亚计划通过这种舰机配合的防御模式 构建多层次的防空体系 以全面提升军队的综合战力 今天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